第十九集 商帝流龙 汉商帝档案 生族年 公元105至公元106年 父母 父亲 何帝流照 母亲是无名的宫女 后妃 吴 年号 严平 在位时间 公元105至公元106年 氏号孝商皇帝 妙号吴 灵寝河南康陵 性格懵懂无知 汉商帝名叫流龙 是汉和帝流照的第二子 东汉王朝的第五位皇帝 汉商帝是中国帝王中 即位年龄最小 寿命最短的皇帝 流龙能当上皇帝 只能说他投胎到了帝王家 皇帝是什么样子 他还没有意识到就早早夭折了 流龙的地位得的有些偶然 以前是许多皇子争抢皇位 而到了流龙这里 却是没有皇子可立 何帝流照从小体弱 二十七岁就死了 他的儿子虽不少 却很少有存活的 他的后宫先后为他生下十几个皇子都夭折了 人们都视后宫为兄弟 与皇子相克 流照也认为是宦官与外妻在谋害他的儿子 因此就把后来再生的皇子都送到宫外抚养 流照生前没有策立太子 他病逝时身边一个儿子都没有 大臣们都不知道上哪里去迎回皇子 最后还是邓皇后出面 接回了两个宫女生的皇子 大皇子刘盛十年八岁 但身有顽疾 不是长命之人 而少子刘龙这时才满百日 为了稳定局势 群臣当即就立财满百天的刘龙为太子 当夜就即位 尊邓后为皇太后 刘龙就是汉上帝 刘赵是腊月去世的 没过多久就到了年后 于是改元严平 因为刘龙才几个月大 所以只能由邓太后临朝听证 小小的刘龙只是个吃奶的娃娃 就由人抱着坐上皇位 她只是个摆设 朝政之事与她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邓太后就是以前的邓归人 为人有心计 也确实有些才华 她做皇后时就千功勤俭 在后宫倡导了良好的风气 现在成了太后 就在政治上施展了她的才干 东汉王朝发展到现在 许多弊端都暴露无遗 为此邓太后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改革措施 她反对银寺 倡导治国以教化为主 刑罚为辅 在严平元年五月 她下诏大赦天下 并继承光武帝时的传统以柔道治国 作为女人 她对宫女的遭遇颇为了解 也非常同情 从东汉开国至刘龙时期 八十多年间 有无数女子先后入宫 她们的一生都虚度在深深的公院内 而民间却有许多人娶不到妻子 造成了内有怨女 外有旷夫的局面 还加重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在严平元年六月 她下诏一次免除后庭工人等五六百人 这确实做了一件汇集普通民众的好事 邓太后毕竟是外戚的代表 她在努力治理国家的同时 也不忘巩固自己的统治 她执政的同时 大力提拔亲属 东汉又走向了外戚专权的漩涡 同年八月 就在邓太后忙于发号施令之际 年仅一岁的小皇帝刘龙就夭折在了强宝中了 因夭折而亡 所以嗜好为孝商皇帝 葬于康陵